几乎美味Eason都会建议糖尿病患者 平时要多食用蔬菜与高纤维食物 避免食用高热量肉类和加工食品 这是因为大多数蔬菜 还有多种独特的营养因素 能够起到良好的降血糖作用 以下四种蔬菜 非常适合糖尿病患者食用 精神的糖尿病患者 经常食用不仅能够增加食欲 还能够起到解渴稳定血糖的效果 第一种蔬菜是生菜 生菜中含有多种矿物质与膳食纤维 能够缓解糖尿病造成的血管丙发症 它含有的莴菊素可以减少蛋黄醇 缓解身经衰弱 膳食纤维可以减少残后血糖指数 建议在适用生菜的时候 用适用适量植物油烹制 比生吃更有利于营养素的吸收 第二种蔬菜 是腺菜 腺菜中含有大量的酶元素 汤膠病人群补充酶 煤能够改善烫耐量 降低胰岛素的用量 有助于控制血糖 煤 对保护冠状动物健康与心脏功能也有帮助 经常使用线菜 还可以帮助排除体内多余的水分 为止血压稳定 因此 患高血压 汤膠病的朋友可以多使用线菜 第三种蔬菜是萝卜 萝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成分 维生素C能够加强免疫系统 缓解血压 有助于伤口愈合 对于乳房汤膠病兵发症有较好的功效 同时 萝卜中的纤维素可以稳定血糖 有助于稳定肠道内的纤维素排泄 它还有一种叫做 留带葡萄糖肝的成分 可以帮助人体抗氧化 降低体内氮固醇和血糖值 第四种蔬菜是海带 海带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微量元素 维生素等物质 膳食纤维多数不会被消化道酶所代谢 它可以通过增进胃的饱腹感 来减少肠道PH值 加快单质酸代谢 减少血液中氮固醇的含量 提高胰岛醋细胞的外周敏感性 来达到降血糖的效果 除了饮食调离之外呢 为了更好的稳定血糖 糖尿病患者还需要避免下面这些事情 第一个是不规律的饮食 营养均衡 三三规律是保证身体健康的基本条件 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 不规律的饮食与暴饮暴室相当于对身体进行连续的 葡萄糖耐量测试 会增加人体一线的负担 导致胰岛素 胰岛β细胞无法正常非米 血糖便会逐渐升高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糖尿病 第二个不要做的事是 长时间的不良情绪 情绪对人体健康影响很大 尤其是糖尿病患者 更容易受到焦虑 愤怒等负面情绪的影响 增加神经系统的兴奋性 坏情绪会造成糖披质激素与神线激素分泌过多 胰高血糖素会因为胰岛素的降低而升高 血糖也就跟着会升高 第三个事情是 不要做的事情是 不要盲目的运动 运动的好处非常多 但是如果缺乏良好的运动习惯 比如在运动前没有进行热身 或者选择不适当的运动方式 都会对身体产生不良的影响 高血糖的人群应该选择做一些有氧运动 例如瑜伽 气行 漫步 游泳 打太极等等 总而言之 大家在生活中要吃失灵蔬菜 尤其是温中介绍的这几种 对控制体重和血糖很有帮助 同时呢 糖尿病患者 还需要养成良好的作息 饮食习惯 保持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这样才能更好的稳定血糖 延缓糖尿病病发症的发生